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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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从早在入伍的青年时期的照片中 我们就已经能在盗伯曼的左脸上看到一个清楚的十字伤疤 而到了顶抗战争时期 已经更早之前的出场时 我们就已经能在盗伯曼的脖子和脸上 足足可以找到六处清晰的十字伤疤 而以上方的胡扯来说 这可能就已经反映出 盗伯曼就是海军精密部队 骚的部队 元老一般的一个存在 而接下来就是除了 以可能的十字符号或是十字符号的伤疤 为代表的骚的部队之外 海军精密特殊部队 是否就还存在着 其他分支部队的问题了 简单来说很有可能 方元制要成为海军王 除了向海军大将这个方向努力之外 也可以先在海军部门中成为卧底王 而更有趣的是 以十字符号伤疤的 这条胡扯线索来说 胸前和腹部多余一大块十字伤疤的 未来海贼王鲁飞和死亡凯多 可能才是真正的海贼王卧底王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贼王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